排队做PCR裁剪 结果竟然晕倒得赶快做CPR急救 一名料性男子快筛阳性 到新北市更新医院做PCR裁剪 但是排队等着等着 他突然脸色苍白昏倒在地 没有了生命迹象 幸好一旁刚好三名消防队员也起来做裁剪 立刻为他进行CPR的急救 再由急诊室的医护人员接手 完全没有时间差 成功地把他救了回来 医院急诊室门口突然一阵骚动 消防队员跟警卫简单示意后 立刻入内抬出了担架 协助一名60多岁的男子就医 原来男子原本在外排队做PCR 结果突然晕倒失去了生命迹象 事发在23号中午11点多 男子在新店的更新医院排队做PCR 但疑似久战不是反倒先晕倒失去了意识 幸好有三名消防队员当时也一起来做裁剪 对着围棋状况并不陌生 排在男子旁边的他们立刻发挥专业 对男子失作CPR 压到第15下的时候发现他恢复脉搏 就是恢复心跳这样 就还蛮幸运的 就还蛮开心的 因为毕竟直接就是没有那个时间差 然后可以直接现场帮他做急救这样 男子后续由医护接手成功捡回一命 留院观察大约两个小时 且经过医院评估后就出院回家等待PCR 裁剪结果 所以他们立刻毫不犹豫就施行了一些急救的措施 病人接下来就被送到我们的急诊室 那么在急诊室已经恢复意识了 到医院做PCR反倒先遇到了CPR 一般人面对着紧急状况恐怕慌了手脚 延误救援时间 好在这回有身心百战的消防队员 恰巧在旁排队成功即刻救援 记者成长周宗林新北市报道